有一个只为相聚而存在的节日 中秋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有一种只为中秋而存在的美食 月饼 月饼的模样 就像这一天的月亮 圆 意味着圆满和欢乐 圆意味着团聚和长久 2023年9月29日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发布了中秋节的贺词 祝愿加拿大的华人和亚裔中秋快乐 那么在加拿大总理的眼中 中秋节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上一年杜鲁多对中秋节的解读 是的 月饼是中秋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加拿大的超市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月饼 我们的小店在超市里拍摄到了各种各样木花吧们的月饼 甚至比国内的评准都多 现场我们海外网的粉丝们充满了兴奋 因为我们买来了上百种的月饼 供大家品尝 面对着这上百种不同的月饼 这些加拿大的年轻人们 激起了无穷无尽的放弃心 海外网的小编辑耐心地对着他们讲解月饼的不同来源 这些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拆开每一包的月饼品尝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孩子 对月饼的口味充满了喜悦 加拿大人还是习惯于用刀叉来切开月饼 这个孩子不断地摇头说 我不觉得应该用刀叉 于是人们开始分享着月饼 每一个品尝到月饼的人都赞入绝口 很多人是第一次吃到月饼 而更多的人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多口味的月饼 他们非常兴奋和开心 大家通过月饼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尝了这次活动中他们最大的收益 很多人愤愤表示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有一天来到中国过一个中秋节 中国的月饼真的太棒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不转发 欢迎订阅明镜 Martinsanya 欢迎订阅明镜